320g 中国茄子 150g 急冻虾仁 170g 急冻日本带子 2样都开冰 1汤匙虾皮 30g 油浸马胶鲜鱼 用厨房剪碎 如果有骨头就把它扔掉 20g 姜丝 1汤匙青葱粒 20g 急冻鲜杞子 要把虾仁的水分抹干 带子也是这样 加入1茶匙盐 1茶匙白胡椒粉 1茶匙味淋 捏匀 带子是这样 加入1茶匙盐 1茶匙白胡椒粉 1茶匙味淋 搓匀 2样都腌15分钟 另外要预备酱汁 用2汤匙味淋 1汤匙蚝药 半汤匙鱼露 1茶匙盐汁 1茶匙海鲜醬 1茶匙糖 2汤匙清水 1茶匙生粉 搅拌均匀 1整3汤匙 1大火烧 1小时 切成半寸大約半寸 下茄子後就倒半杯水 然後把茄子撥在一邊 放在中間中加一湯匙油 把薑絲、蝦皮和鹹魚放進去 炒均勻30秒 把蝦和帶子放進去 炒均勻1分鐘 1分鐘後 把醬汁攪上去 攪拌均勻1分鐘 1分鐘後關火 炒均勻1湯匙青蔥 把20粒杞子放進去 蓋上蓋子1分鐘 3分鐘後